感谢上帝在这段时间里头 我想全世界都非常的不安 包含了COVID-19 然后加上各式各样 再加上特别是在台湾的话 我想我们特别不安 因为除了COVID-19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很严重的 就是对岸和我们之间的 那种紧张的关系 海峡两岸 那种紧张的关系 实在是相当相当的不安 相当相当的不安 上帝就把四个字放在我的里头 叫坦然无惧 一起说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耶稣曾经说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但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里头有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头 在我的里面有平安 耶稣没有说 在这个世界上边没有苦难 耶稣说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苦难 会有各式各样的难处 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 就在这个难处在这风暴 在这个艰难的中间 你有平安 平安在什么时候显出来 平安就在风暴中显出来嘛 大家都很平安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有分别的时候 就是当有风暴的中间可以显出 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你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 你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人 告诉边上的人 你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 圣经中很多的人物 他们的生活都在各样风暴中间 你就看见上帝的恩典 比方像摩西 摩西的时候 他就是面对法老王 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 告诉我容易还是不容易 不是一点点的不容易 是非常不容易 对不对 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手无寸铁 他什么资源都没有 就只是一个孤孤单单 八十岁的老人 我现在渐渐知道 八十岁老人是什么样子了 我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 离他越来越近了 我知道这八十岁的老人 走路走不动了 牙齿也掉了 眼睛也看不清楚了 耳朵也听不清楚了 现在很自然的听话 我都要这样听 像我的童工都知道 不能站在我左边讲话 站在我左边讲 我听不见 我一定要站在我右边讲话 因为左耳就是听不清楚了 左耳听不清楚 不过有人说 耳背的人会长寿 我不知道是因为长寿才耳背 还是耳背了以后长寿 坦白说 这是搞不太清楚的事情 好了 你看我就渐渐知道 但是这个老人家 他不单是去见了法老王 不单是把以色列百姓 可以带出来 可以带出来 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没有结束 那四十年 乖乖 牧养以色列百姓 四十年 我告诉我到七十岁 我就已经不想牧养别人了 听懂我说的吧 因为我很累 你知不知道 很累 你知不知道 他还要天天去处理 那几十万百姓的 那种吵架 吃饭 喝水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 夫妻吵架了 等等等等 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统统都得解决 你知道吗 上帝与他同在 上帝成为他里头的平安 摩西 摩西要面对这么多的风暴 但上帝成为他的平安 约书亚有没有面对 约书亚当摩西死了以后 上帝一再地告诉他一句话 约书亚节第一章 连续四次提到 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表示他怕不怕 你看我什么时候告诉一个人说不要害怕 他害怕的时候 对不对 他害怕的时候 我告诉他不要怕 不要怕 好像师母每次打针的时候都会很害怕 打针他就还没有打 脸就这样 所以我就会在边上跟他讲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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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过去了 你看 约书亚非常害怕 上帝告诉他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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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你我 你我不是读圣经 你我是活出圣经来 你我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去活出那一个与众不同的平安 与众不同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一些的风暴的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各样的挑战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可以勇敢地面对过去的不堪 你可以勇敢地面对过去的羞耻 你可以勇敢地面对过去的失败 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别人去看我们的过去 很怕别人把我们过去的东西翻出来 那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是永远不怕别人来定我们的罪的 告诉边上说 不怕别人定罪 你知道为什么不怕 不是我过去没有错误 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很多不堪的故事 告诉我会不会有很多不堪的故事 没有办法见人的故事 有没有 有吧 很多不堪 很多没有办法见人的故事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在辅导一些人 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 祷告到后面很重要的时候 我常常都把边上来请他们 我说你们先离开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要问他 他可能有一些不敢让人知道的事 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 我就把别人支开 让他可以单独地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能够把他里头不堪的一些的故事 把他讲出来 把他不堪的故事讲出来 保罗在罗马书上面讲 他说什么呢 谁能控告说神所拣选的 我们一起读 来 就神称他们唯一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 保罗在这个地方 保罗为什么讲这个 那是保罗自己的故事 保罗的过去有很多不堪的事情 保罗的过去有很多不敢告人的事情 我想他有一个最不堪的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是在那边把基督徒抓去坐牢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 他是在那边鼓掌叫好 他是在那边 一起参与中间的 一个帮凶 一个筷子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 保罗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每个人都知道保罗 所以当保罗回到教会中间来的时候 你在教会中间里头 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当这个谁 到了安提阿去的时候 去找保罗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名字 巴拉巴 去找保罗的时候 你知道没有人敢见保罗 把保罗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冷每个人都在想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坏蛋 这个人是专门抓我们的 你看他有很多不堪的过去 他有很多不堪的过去 但他在这边说什么呢 谁能够对我的罪 有耶稣基督称我唯一 阿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 一些的错误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只为一件事情 为了 不是说只为 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你我 可以脱离过去那些不堪的过去 阿们 我们每个人都我们自己不堪的过去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他说你是 你是义人 他说你这些罪没有人能够再来定你的了 如果有人定罪的时候 他会告诉他 你看看我的手 我这个手就是为他钉十字架的 看看我的脚 我这个脚就是为他钉十字架的 看看我的胸 我这个胸这边的伤痕 就是为他的 就是为他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钉痕都是为你的 每一个伤痕都是为你的 为了要让你能够抬起头来 为了让你能够在所有定罪 你的人的面前 统统能够抬起头来 感谢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抬起头来 不断抬起头来 而且你知道 你可以活着是一个新造的你 一起说是一个新造的我 罗马书 对不起 哥利顿前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怎么样 这是保罗的经历 这是保罗的经历 保罗知道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他好高兴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我记得当我在这个 我被大学要毕业之前 你知道我做过一件 当时觉得丢脸丢透了的事情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不能够活在 就是连大学都不能够读下去 我记得我收一个行李 一边留了 一边收行李 一边在想 完了完了 我人生到这里为止了 大学也不要读了 大学也不要读了 我找一个地方 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就夺钱 我当时不知道台湾很小 夺到哪里都会被人家知道 我当时就想 我夺到一个地方去就没有人知道了 就没有人知道了 你知道我当时我妈妈也觉得 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觉得他怎么养一个儿子 养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儿子 结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同学 就来跟我讲 他说冒手你不必告诉我 你犯了什么错 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 你知道这节经文对我来讲 是一个重要到了 不能够再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一个宝贝到 不能够再宝贝的经文 我到现在记得我包着圣经 他把圣经留下 我包着圣经 局目望天 我问上帝说 我真的可以重来过吗 因为当时好希望有后悔药 吃了以后我就可以重新来过了 吃了以后我就可以回到妈妈肚子里头 重新生出来 重新生出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个时候上帝对我说 我到现在记得 他说孩子重新来过 只是不要再犯错 你知道从那件事情到现在 过了多久 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过去了 整整半个世纪了 你看二十二岁吧 现在我七十二岁了 你看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告诉你 那件事情对我来讲仿佛昨天 我几乎没有一天 忘记当日上帝对我的赦免 我珍惜宝贵 我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哈利路亚 阿们 你知道在这个东西我也发现了 我也发现了 我说一个人什么叫做被赦免 一个人什么叫做悔改 什么叫做被赦免 悔改和被赦免的意思就是 他可以勇敢地面对他的过去 他不怕 他的过去被人贪在阳光下 他不怕别人用 那个聚光灯来照着他 在他身上去讲 你的过去是什么 他能够很坦然说 没错那是我的过去 但我告诉你 现在活着了不再是那个 有没有那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那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现在活着了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一个人的悔改 跟一个人的赦免就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他的过去 这个人就是真实地被赦免了 如果他不能够去面对他的过去 他就还没有被赦免 懂我的意思 在他的里头 还没有经验那个赦免的恩典 还没有经验那个赦免的祝福 还没有经验那个赦免的祝福 感谢上帝 我再一次告诉你 你能够被赦免 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好事 你能够被赦免 是因为耶稣保写的恩典 但是你要记住 你要活在新造的人里头 你要活在新造的人的里面 你要活在新造的人的里面 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 所以你可以把最丑陋的东西 上帝啊 如果你要把它摊在阳光下 你就摊吧 因为我已经是新造的我了 哈利路亚 我过去的事情不怕别人挖 挖出来是不快 那已经是死掉的我 你把一个死人骨头挖出来 当然臭不可闻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那是埋葬了的 现在活着的是我 我是新造的 哈利路亚 Amen 好 我是新造的 所以你记得在洗礼的时候 罗马书第六章说什么 它是借着洗礼 我们与基督一起死 然后与基督一起埋葬 记不记得 洗礼代表的含义是 与基督一起死 下边一件事情 与基督一起埋葬 再说一起埋葬 一起说 一起埋葬 再说一遍 再说一次 你知道一起埋葬了 就不要再挖出来 Amen 一起埋葬了 就不要再挖出来 所以你知道 这是上帝恩典 有人就讲 他说 上帝是把你我的过去 打一个包 然后丢到台湾东部的 最深的海沟里头 丢到那个海里头 然后丢下去以后 边上还插一根牌子 现在不许再次钓鱼 一起说不许再次钓鱼 感谢上帝 这个就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所以你记得 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去钓别人的鱼 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 所以像有弟兄姐妹 来跟我们谈到 他们的过去的时候 他们常常谈的时候 有觉得很羞愧 很怎么样 我就告诉他 我说弟兄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我在乎你的今天 我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因为过去 耶稣的保险涂抹刀 我不会去问你的过去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过去 但我在乎你的今天 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在结婚以前 就跟我的师母讲 我说我曾经有一个过去 是什么时候 我讲的时候很害怕 怕他不理我 我师母有的时候 在关键点上 真的是有够属灵 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个 最有智慧的话 他说暴松 我爱的是现在的 你不是过去的 你哈利路亚 太好了 他说了这话 我就很坦然了 我就很坦然了 我就不怕别人 哪一天呢 他发现我的过去 就会麻烦了 从别人那里发现我 不如我直接告诉他 比较重要 早一点面对的比较重要 第二个 基督徒要注意 你不但是可以面对过去 在神的恩典中 我可以面对今天 一起说我可以面对今天 再说一遍 耶稣的恩典 不仅仅对付我们的过去 你知道对于过去 我们已经不能够做什么 你要知道 所以圣经中间不太强调 你对过去要做什么赎罪的事 不太强调了 旧约有提到 你要赔赏四倍 但是基本上不太强调 不太强调这些的事情 所以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 耶稣没有说 献上赎罪祭 没有 耶稣没有讲这个 保罗曾经把斯蒂凡 这个害死了 耶稣没有说 信了我以后 要为斯蒂凡这件事情 去坐牢 没有 因为耶稣也不去追究 他的过去 圣经中间不追究人的过去 但是圣经中间给人力量 知道怎么样面对 你的今天 你今天要好好地活着 你今天要好好地活着 每个人的今天都有许多许多的挑战 你可以勇敢地面对今天各样的风暴 在我们的风暴中可以有平安 在我们的征战中可以有凯旋 在我们的需要中可以有供应 人生在世有各式各样的风暴 告诉我们有没有家庭的风暴 有没有 有没有职场的风暴 有没有 有没有疾病的风暴 有没有 有没有战争的风暴 有没有 有没有天灾人祸的风暴 有没有 什么叫疾病的风暴 就川普生病了 这叫疾病的风暴 这就叫疾病的风暴 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八节 忽然狂风大作 还就焚腾起来 这加利厉害 因为加利是在一个山谷的中间 所以他那个风 平常你看起来 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他会有的时候 突然间就起大风 突然间就起大风 所以会忽然狂风大作 提上诺的一家前书说 人一起读这个 来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怎么样 再读一遍来 再读一遍来 有没有发现灾祸都是忽然领导的 有没有发现 就像川普是突然间领导 他做梦也没想到 所以这几天 全世界的头条新闻都是川普 所有的头条新闻全部都是川普 在讨论他到底会不会好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 美国的选举会怎么样等等 好了 川普是做梦没想到他会得 所以他都一直不戴口罩 他认为他这样撞一定不会得 他以为他说他不会得 他就不会得 他就不知道 这个玩意是你看不见的 所以很多的一些灾难 都是忽然领导 比如说出车祸 告诉我是不是忽然的 会故意出车祸 那种人是坏蛋 那是另外的事情 基本上会不会故意出车祸 不会嘛 你车开得好好 突然间一定要摩托车 在你前面穿出来 有没有这个经验 现在这个经验特别多了 特别起到重击的 你明明在那里开着 突然间从你右边刷一下 闪出来 你看都没有看到他 他就在前面闪一闪 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你看车祸是忽然临到的 对不对 告诉我地震是不是忽然临到的 你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 就忽然间就垮下来 我就在四川的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到灾区去做一些 帮助的工作 不能说救援 我们只能说去帮助他们 重建的一些的工作 里头的灾民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正在那个地方 正在那个地方 在做什么 突然间天摇地晃 那个房子就一下子 全部砸一下 都打在我的身上 突然间 所有的风暴 都是突然间出现的 你明明在那个地方 这个客户 你是非常有把握的 做了十几年的生意 突然间这客户不见了 定了货拿去了 账回不来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吗 突然间 所有很多的风暴 都是突然间来到的 如果你事先能够知道 都还好 你事先能够知道 你明明是身体 没有什么两样的 有一天去检查 医生说 你肝上长了肿瘤了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这个都是忽然间的 忽然间的 忽然间的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 所以中国人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什么 中国人真的很有智慧 你知道 我都不晓得 这个英文要怎么翻译 这句话 天有不测风云 然后人有 但系祸福 但是记住 基督徒不怕这个 连真言都提过这个 真言第三章二十五节 真言三章二十五节 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 他说忽然来的什么 怎么样 再说一遍 忽然来的 再来一次 再说一次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上帝一定 暗暗地保守我们 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 十篇二十七篇 一起读 来 再来一次 来 什么叫做暗暗地保守 就是你没有看到他 他在那里吧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 但上帝在我们的边上 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 但他看着我们 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 他眼睛还是看着我们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 一直看着我们 一直看着我们 我记得当我儿女小的时候 儿女小的时候 他们走到哪里 我的眼睛都盯着他 因为我怕他摔跤 他在那里爬楼梯 我眼睛看着他 怕他摔跤 他在那里上了两层 扑着上下扑 他在爬上去的时候 我眼睛看着他 为什么怕他掉下来 如果他爬下来 我在后边用手拖着他 怕他掉下来 我告诉你上帝就是这样 上帝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上帝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一直看着你 一直看着你 他暗暗的保守 你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你 你疏忽他 他从来不疏忽你 他从来不疏忽你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暗暗的保守 所以你会发现 在你的生命中间 有很多 好像应当是一个 很大的 很大的危难的时候 但是好像就有一只手在后边 把你拖着 好像就有一只手在那个地方 让你化险为夷 化为安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吗 有吗 我就记得 有一次 那个时候 我跟师母还没有结婚 结婚的前两天吧 我到师母家 就是我岳父家 在那个永和路上 从他家出来 我骑着摸摸车 经过中正桥 经过中正桥 要回台北市 经过中正桥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晚上 天下着一点点小雨 我前面有一辆脚踏车 那个脚踏车后边 带着一箩 那一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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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皮鞋 我不知道了 后来翻掉了 我才知道 我越过他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勾到他 所以呢 我就摔跤了 我摔下来 当然他也摔下来 我就被摩托车压着 然后他就在那边 捡他的皮鞋 因为一箩 都是皮鞋 他就在那里捡他的皮鞋 我就跟他说 我说先生拜托你 扶我一下 因为我被压子起不来 浑身都痛啊 他就过来扶我 我爬出来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 抬我的摩托车 正在抬的时候 后边一辆重机 那一二五的重机 也不算太重 一二五了 就从后边开过来 砰一撞 你知道我整个人 弹起来 弹了两公尺多 到了宗志桥的边上 你知道 然后呢 他呢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呢 就趴在前边 动弹不得的 趴在我的前头 就是趴在那个前头 哇 疼痛到 不知道什么形容 满眼惊心 满眼惊心 自己一个人 跳着跳着 跳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到了路边上 我去拦了一辆 这个计程车 然后就回头 到我岳父了 因为我岳父是开诊所的 我当时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差五秒钟 三秒钟 那个重机就不是 这个情况了 那个重机就会从我身上飞过去了 就会从我头上脸过去了 就会从我头上脸过去了 所以我记得 我当时一种感觉 怪怪 真是生死一线 生死一线 哎呦 我说上帝真有恩典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就在 我岳父的诊疗台上 告诉师母 因为隔三天 我们要结婚了 隔三天是我们的结婚 感恩礼拜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说要先了 我说 我要去读神学院 你知道我躺在手术台上 讲的第一句话是这个 我说我要去读神学院 我说我要到教会去幕会了 我到现在记得 你知道那种讲去教会幕会 那种恐惧的感觉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教会比以前强壮多了 我不是跟你说吗 以前我妈妈在负责教会里头 她是乡下一个教会 她在那里 她是个平信徒妈妈 结果她就跟我讲 我们的牧师啊 每次从中立来我们那里讲道 我们都没有给谢礼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给谢礼 她说她就骑脚 她车来没花钱 那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光景 就是这样子了吗 所以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妈 如果今天的教会都跟你一样 我说你儿子就饿死了 我说你儿子就饿死了 我只告诉你 当时的教会情况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人说要去牧养教会 那根本就是往火坑里跳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师母还没有结婚 她就跟我讲 她说那你去幕会 我去工作 我去教书 我去工作 我到现在记得我们的对话 我到现在记得我们的 你会不会觉得 背后有没有上帝的手 在拉我一把 有没有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吗 多多少少都有嘛 我记得 我有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这个到洛杉矶 然后呢 我要到San Francisco 我不知道 到San Jose 我要去看罗伯伯 于是呢 我们就开了一辆车 我到现在记得 开一辆老爷车 欧洲摩比 欧洲摩比 那么这个 从洛杉矶一直开到旧金山 你知道开那个五号路啊 中间有一段 像旷野一样 直直的逼直的 你知道吗 这看不到头的直啊 所以我们在那里开的时候 师母在开 那我在车上就睡着了嘛 因为实在太舒服了 太阳这么一照 乖乖 突然间就发现 那个车子啊 猛烈摇晃 然后就提到 噼里巴拉的一堆 很大的响声 全车的人都醒过来了 原来我师母也睡着了 你知道吗 在那高速路上 没有出车 我告诉我 有没有恩典 有没有恩典 没样事情 你都可以说是巧合 但是基督徒你要记住 后边都有一双上帝的手 既然有上帝的手在那边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记住 要不要祷告 要不要祷告 告诉我 面对你的风暴 要不要祷告 家庭的风暴 要不要祷告 有一对夫妻吵得一塌糊涂 丈夫把妻子赶出来 妻子就到我这里来求助 我就帮她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她丈夫听到是我的电话 在电话里把我破口大骂 然后把教会也骂一顿 然后就把电话啪就挂掉 她的妻子就站在边上 我说你看 电话打了 你老公是这样的反应了 她说牧师老 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说圣经中原只讲一句话 说先求她的国和她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我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先求她的国和她的义 别的路都没有了 我说你现在也不必去找你老公 也不必去求她 我说不能求她 求她没有用的了 你老公这样子的火爆脾气 这么烂的 这么坏的脾气 我看没有希望了 我说你就好好爱上帝 他真的开始好好爱上帝 每一天下了班回来 就到教会里头来 就到教会里头祷告啊 祷告啊 隔了两三个礼拜 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站在门口去看到 她的老公到教会来 老远的看着她来 我心里想 这个家伙来吵架的嘛 这个家伙来干嘛的 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张不舍对不起哦 那天在电话里对你不礼貌 怪我突然间在想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我就说怎么了 他说能不能请你帮忙 跟我老婆说说好话 让他回家好不好 我就跟他讲 我说没有这么便宜 我说不是我说一句话 你老婆就回来 没这回事 我说你要想办法去追你老婆 把你老婆追到让他回心转意 追到回心转意 后来他果然做了这些 然后我讲牧师能不能跟我的岳父岳母说一下 让我的老婆回来 因为他岳父岳母 老婆岳父回梁家了嘛 哎呀我就去看他的岳父岳母 你知道岳父岳母铁青的脸跟我讲 我家女儿是这样的 怎么讲 他把我家女儿当做什么了 要赶就赶 要接就接 还有这么便宜的 我说那么老人家你说怎么办呢 他说白两桌酒 我说要不要他跪在门口洗门风啊 感谢上帝看到没有 上帝如果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你 上帝如果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手你看不见 但是他都在那里 彼得在牢中的时候 天使来把他弄醒 告诉我彼得在牢中的时候 上帝在不在那里 监狱的门都开了 因为上帝在那里 保罗在牢中 从菲律比监狱中间的时候 上帝在不在那里 在 但伊犁在火炉中间的时候 上帝在不在那里 各位姐妹 你在什么地方 上帝都在那里 上帝都在那里 如果上帝在那里 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 如果上帝在那里 那个地方叫做圣殿 如果上帝在那里 那个地方就会有神迹要出现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间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间 祷告上帝 只要他伸手救有救了 一起说 他伸手救有救了 在加利利海的风浪里头 耶稣对着风浪说 住了吧 进了吧 奉族民主福里 上帝要对你的家庭说 住了吧 在你的职场中间 上帝也要说 进了吧 在你的难处中间 上帝要说相同的话 彼得在大汗的中间 耶稣在那里 把他一手就捞起来了 我要告诉你 上帝现在一手就要把你捞起来 上帝要一手把你捞起来 你的眼睛要看得见 你要跟他好 你要当他捞你的时候 你不要挣扎 诗篇121篇 非常喜欢的经文 白日太阳 夜间月亮 夜会要保护你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从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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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非常喜欢 视频121篇 白日的太阳 避不伤你 夜间的月亮 避不害你 所以姐妹们 晒太阳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太阳把你晒坏了 不要害怕 白日的太阳 避不伤你 夜间的月亮 避不害你 个人的安危 在主的手中 告诉我 国家的安危 在不在他的手上 在不在 历代之下 第20章 这个地方提到什么 这是以赛亚的故事 你看 这里说什么 我们一起读来 不要因这大军 恐惧惊慌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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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军压进 大军压进 亚门人 对不起 这是亚述王 亚述王的大军压进 告诉亚述王的部队 在当时来讲 是全世界最强壮的部队 他打派了整个的两河流域 然后就开始开到了 这个中亚 然后就来到了 这个什么 来到了这个埃及 来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被归就亡了 剩下的只剩下耶路撒冷了 当时先知称耶路撒冷像什么 他说像是葡萄园里头的草棚 意思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是一座城 简直就像是一个稻草棚 茅草棚 随便大风一吹就要垮掉的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他们没有路可以走了 西西加王没有路可以走 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来到上帝面前 跟以色列一起来祷告 上帝借着 先知以色列就告诉他 不要因大军恐惧惊惊 因为胜败 不在乎你们 胜败来在乎神 Amen 你看历代撒末尔记 这个是大卫王 大卫王去面对 哥利亚的时候 他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来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中 这是大卫去对哥利亚说的 他说征战的胜败 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 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谁 全在乎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面对两岸的危机 面对两岸的危机 很多人在那边讨论军力 说台湾到底挡得住挡不住 美国到底会不会来救我们 讨论这个东西有够笨 我真的要讲 讨论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答案 你存什么样子的侥幸 你说台湾挡得住还是挡不住 也许可以挡住几天了 但是真的挡得住吗 完全挡得住吗 好不要说了 说了人家又说我在这个地方 唱衰台湾 好20万怎么跟200万打 你就告诉我 20万的部队怎么跟200万打 你有多少颗飞弹 它有2000颗对着你 它有2000颗对着你 你有多少 OK好了 如果真打下去 台湾变成什么 告诉我台湾变成什么 怎么不会回答 如果真打 台湾会变成什么 台湾就变成阿富汗 台湾就变成叙利亚 台湾就变成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好 台湾就变成是这样 什么美国会不会救我们 如果美国来救 救了以后 我们只剩下叙利亚一样 你要美国来救吗 你要经验这个东西吗 有些人能不能祷告上帝 不发生战争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吗 我们就祷告上帝 不要发生战争 我们祷告上帝 求上帝给我们恩典 求上帝给我们祝福 上帝一定可以翻转的 就如同亚述王的部队 上帝让他一夜之间 全部都退掉 上帝让他一夜之间 全部都退掉 对我姐妹 你要信得过上帝 我再说你要信得过上帝 现在台湾唯一的希望 在上帝 台湾的希望绝对不在美国 台湾的希望绝对不在乎 我们有几颗爱国者飞弹 绝对不在乎 台湾的希望在乎 有没有上帝的恩典 有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不害怕了 没有上帝的恩典 我告诉你 真的是 真的是 有人就在讨论的时候 如果发生战争 你要准备米 你要准备水 你要准备这些东西 好像有道理 但是脑袋都没有想 如果发生战争 你要准备水 告诉我发生战争了以后 自来水会不会断 会不会吧 你要准备米 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 告诉我电会不会断 瓦斯会不会断 有米在那里 怎么煮饭 告诉我 你油米在那里 不能煮 那你说我准备生力面 你准备生力面 没有水 或者没有火 没有电 告诉我生力面准备了 有什么用 告诉我 当然可以吃干的 可以吃干的 牛嘴巴喝 嘴巴就这么咬 当然是可以了 当然是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有小孩 你有小孩 告诉我 有奶粉吗 好了有奶粉有水吗 好了有水有干净的水吗 有煮过的水吗 所以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我要说的是 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让上帝的平安临到台湾 Amen 我不知道台湾会打赢还是打输了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打赢也不会是恩典 打输也不会是我们也 打输是极大的灾难 打赢了之后的那个恩典 我需要吗 我需要经过那种战争 多少人死亡 可不可以不要发生这个吧 可不可以不要发生这个 我想的只是这个 可不可以不要发生 不要发生的方法只有一个 来祷告 只有这个 求上帝在背后 转变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转变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上帝的手是调度万有的手 所以上帝会是我们一切 上帝会是我们所有这些苦乱中 风暴中间唯一的帮助 所以去上个礼拜 你知道我心里一直很焦虑 一直到上个礼拜 上帝要清楚地告诉我 告诉弟兄姐妹快快祷告 不是简单祷告 是平命祷告 他说给台湾带来恩典的钥匙 在教会的手上 所以请你不要疏忽 一起来参与为国家的 祷告的聚会 每一次我们祷告 都会为国家祷告 主日崇拜 一定会为国家祷告 你在你家里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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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跪在那边 就是呼求上帝救我的孩子 上帝不是救我 对我来说 我其实不跟上帝讲救我 因为活了七十几岁 已经是耶稣两倍的年纪 我已经很满足 我现在建筑的面 我都很满足 但是我就想到我的孙儿 想到我的孙女 想到那么多的诱饵 想到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说上帝你一定要救我们 上帝也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不只会把平安给我们 上帝会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诗篇二三篇第一节 我们有很熟的经文 一起读来 马大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一起读来 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他一朵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是我们生命中间 所有一切的供应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就在告诉你 其中有一部分就在告诉你 上帝怎样养活以色列人 在旷野养活他四十年 上帝一样可以养活你 所以在生命中间的东西 不必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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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一定可以 上帝一定可以用他的恩典来供应我们 以利亚在吉利西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上帝用乌鸦来养他 我每次想乌鸦养他 我就觉得好大的恩典 因为乌鸦有肉了 为什么自己不吃啊 听得懂听不懂我说的 乌鸦叼到肉了 一当自己吃吧 他居然不吃 他就会一直叼 叼叼叼 然后叼到哪里呢 叼到了以利亚的前面 就自然把它放下来 还去叼饼 叼到以利亚的前面 就给它放下来 我就每次想 这乌鸦叼的肉到底有多大 饼到底有多大 大概叼一次不够 大概要十几只乌鸦叼的饼 大概还不够 也许二十只乌鸦叼的饼 也许可以勉强够 但是以利亚就靠着 乌鸦的这个饼 就可以把它养活了 撒罗法的寡妇 以利亚到她家里头 跟她讲说 做一个饼先给我吃 然后你们都有的吃 没有想到 上帝就这样子养活了撒罗法寡妇 让他含里的面不减少 瓶里的油不短缺 我就一直在想 他本来想做最后一个饼 跟自己儿子吃了就死了 结果呢 现在他拿出来先给先知吃 吃完以后 他跟他的儿子都一直有的吃 我就一直在想 以利亚到底在他家住了多久 如果住一年 如果住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 如果一天只吃一餐饭 儿子跟妈妈 一个人吃一个饼 一天只吃一个 两个饼 告诉我一天几个饼 一年几个饼 七百个饼 对不对 一年七百个饼 一个饼换七百个饼 划得来划不来 划得来划不来 如果是两年是多少个饼 一千四百个饼 一个饼换一千四百个饼 告诉我划得来划不来 这股票比台积电的还好 这个return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return太高了 上帝不但供应以利亚 上帝供应沙拉法的寡妇 上帝也可以供应你 在我服侍的过程中间 曾经经历许多的艰难 财务是其中一个了 感谢主啊 早期的时候 但也不觉得苦就这么过来了 而且我们家里常常请客 你知道早期的时候 我家里头一个礼拜里头 七八十个人吃饭 一个礼拜里头吃一袋米 一袋米啊 七八十个人吃饭 没有把我吃穷啊 没有把我吃穷啊 而且越吃越快乐 越吃越快乐 我就一直在想 最近我跟我儿子在想 我老大 有一天我跟他讲 我说老大 我说我们家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 当然现在不能讲一无所有了 你还有车子了 怎么讲一无所有啊 所以不能说一无所有了 但是我真的要说 上帝的供应 真是样样都有 在我们的教会中间 四十多年 没有传过奉献带 你来我们这里 有传过奉献带吗 没有传过奉献带 从来不传奉献带 你来我们这里 有听到我们说 我们建堂有需要 需要请你奉献吗 有讲这个吗 你从来没有听说 你有没有听到我问说 你有没有做十一奉献 你没听到我问 你有没有十一奉献 你有没有 我从来不会知道 比方殷南跟我这么熟 我从来不知道 他的十一奉献是多少 因为他的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们是用奉献号的 他的号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也从来不会问他 你到底奉献多少 记见 我也从来不会问他说 记见你的十一奉献是多少 我也不会 从来不会去 问任何一个弟兄姐妹 说你的十一奉献是多少 我也从来不问杨琴 说杨琴 你的十一奉献是多少 我从来不问 从来不问 我也从来不会告诉别人说 教会有需要了 请你赶紧奉献 教会没钱了 你要赶紧奉献 教会有没有没钱的时候 有啊 当我们盖三明堂的时候 盖到一半 根本付不出钱 我们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啊 我的薪水 我拿不到工资 穷尽拿不到工资 我们通通都拿不到工资啊 有谁问我们说 你有没有工资 没人问啊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会问 Amen 上帝会问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 一直很穷好不好 我就是那段时间 特别艰难一点 但是靠神的恩典 上帝是我一切的供应 所以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敢说 把所有的退休金的奉紧 都捐出来嘛 我为什么敢 因为我不是靠退休金活的 上帝才是我的依靠 弟兄姐妹 上帝是你的依靠 上帝是你的依靠 Amen 我就很喜欢王院长 王院长 一直跟我讲说 牧师啊 你要帮老人盖这个养老院啊 独居老人啊 要有这些 我就一直跟他讲 我说 我说院长 我实在太忙 忙不过来 没力量 他说不行 老人需要 需要 需要 他说你不要担心钱 上帝会供应 我就在想 你都会跟我讲这个 但是啊 现在他真的在盖天使局了 真的有人 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到他面前 从香港来 拿了一张支票给他 他就把林口的地 就买下来 一张支票就把林口递买下来 所以他天使局正在动工 感谢主了 没时间讲 弟兄姐妹 最后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未来充满盼望 因为你知道 一人的路是如同黎明的光 是越照越明 表示你的路越走越好 在你前边 不是只有流泪骨 流泪骨是过程 经过流泪骨以后 就是泉源之地 所以你要相信 我的人生一天比一天更好 你对于未来 你要相信最好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你最有恩典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最有祝福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你要相信 我的明天一定比几天好 一起说 我的明天比几天好 上帝带祂的儿女 上帝带祂的儿女 一定是越走越光明 越来越有盼望 就是面对死亡 你都有盼望 因为对死亡 对我们来讲 后边是复活 所以死亡是什么 后边是回家 是添加 死亡是什么 更好的事在那边等着我 有个老太太 九十多岁了 就请孟师来 为她立遗嘱 然后讲到 她的安息礼拜怎么安排 她说到我安息礼拜的时候 她说 你一定要在我的棺木里头 放一副刀叉 她说美国人 放刀叉 她为什么 她说 当人家来看我的棺木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她 围着棺木 她是沾养鱼肉吗 你要告诉她 她说 因为以前 参加人家的家庭礼拜 我最喜欢的 就是家庭礼拜之后 大家吃甜点的时候 派啊 什么 这个cake 什么什么 喊的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所以呢 当有人看到刀叉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生命最好的 才刚要开始 这基督徒面对死亡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基督徒面对死亡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再说不一样的地方 不但是勇敢 而且是坦然无惧 一起说坦然无惧 保罗用了好几次 坦然无惧 坦然无惧 人怎么样会坦然无惧 行走在光明中就坦然无惧 我们无惧一方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要负责任的 是你要行走在光明的中心 不要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没有不能够有 让别人不能看的事情 耶稣是世界的光 跟随耶稣 你就记住行走在光明中心 什么叫行走在光明中心 就是不存侥幸之心 什么叫行走在光明之心 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我 所以中国人声音讲一句话 君子圣独 什么叫圣独 就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我一个人 谁都不认识我的时候 我不怕被人家看 我不怕被人知道 你知道往往就是一个人 在外头被人认识 你会做坏事 犹大不就这样子吗 牧羊 牧羊 牧到外头去了 只有一个人了 于是就去找妓女嘛 又没人认得她了 所以她就去找妓女啊 一个人不要觉得 我在暗中做的 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你 耶稣的眼目 骗查全地 耶稣的眼目 骗查全地 有一次我跟师母 在柳西兰服侍 服侍到最后 有两天我就到 Queenstone去 Queenstone边上有个 有个高山湖泊 很漂亮啊 在Queenstone那个 我就在湖边上 牵着师母两个散步 我就跟师母讲 在这个地方 天涯海角啊 很轻松 不会有人认得我们了 才说完 一个人跟我擦肩而过 就喊我说 张牧师 吓死我了 我回过头看 我根本就不认得 她是谁 我就说 对不起你是谁 她不是林娘堂的 某某人 我认得你 然后眼睛一直盯着我师母 我就说不要怀疑 这是我师母 所以耶和华的眼目 遍查全地 别做那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 你就很坦然 所以我就很坦然 我的手机掉了 我也不怕 不怕人家在里头 找到什么东西 我的电脑啊 被人家看 无所谓 你都没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 我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看得到 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 你要行走在良知的平安中 就坦然无惧 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不要丢掉良知的功用 因为圣灵在我们良知中 对我们说话 头脑的理性 如果与良知的感觉分别的时候 记住听良知的 不要听头脑的 我再说一遍 头脑跟良知冲突的时候 听良知的 不要听头脑的 你头脑会讲很多的理由 说我可以做 但良知就是不安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听良知的 不要听头脑的 一定把牧师这话记住 好不好 你大很少会听到 其他牧师说这话 但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记住 听良知的 不要听头脑的 因为良知比头脑 更接近上帝 我喜欢中国人说的话 青天白日之下 这个朗朗乾坤之中 养不愧于人 对不起 养不愧于天 夫不愧于人 这是基督徒应有的一些的态度 愿上帝祝福我们 告诉别人 坦然无惧 再说一遍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不单无惧 而且要坦然 坦然的无惧 就是更光明磊落的无惧 我的无惧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因为上帝的祝福 因为上帝的爱 我的无惧也在另外一件事情上 我非常的坦然 我非常的坦然 没有什么不可以被人知道的 没有什么 怕你在我暗中挖出什么东西来的 一点都不怕你们 不怕别人来挖 来 我们去起立 唱首歌 我们就结束 他会让我来点我 你们去避免